我們現在在這地方是台中港 我們看到摩天輪 然後剛好現在有一個活動 是2022年Red Bull的飛行日 所以台中港這地方 可能很多人沒有來過 不知道他現在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 我們現在在這一個是Mizzi Outlet 剛剛已經吃飽飯出來走一走 帶大家繞一下這個樣子 今天是禮拜平日 平日現在還沒中午 這麼多人 假日都是滿 超多人 外面的停障很大 還是排滿 所以我們吃飽飯了 等一下這邊要去看房子 對 沒錯 今天要看什麼房子 今天要看那個無期的那個重化區的一個 新案子 好喔 那我們就實際到現場去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Mizzi Outlet 嘿嘿嘿嘿嘿 想講 我們不是去過美國好幾次嗎 對 我就想講這個 因為這有點美式的感覺 因為去美國逛街 他其實在他們的Outlet打這樣子 幾乎是一模一樣 對 沒錯 所以你有沒有忽然的很有想要購物的衝動 有啊當然有啊 因為我們去美國 我會這樣拐拐 這樣再不用錢再搶 來這裡我會有一點錯覺 真的很有出國的view 是啊 出發出發 開冷氣好熱 嘿嘿嘿 其實現在平日人這樣子已經算很多了 對啊 我們現在平日只要去那些百貨公司 什麼星光三越遠東百貨 有一些幾乎都沒人 不幸請到桃園 新光三越的大友店看看 哈哈哈哈 這其實停車場 幾乎都客滿耶 你看這邊幾乎都客滿耶 還是找到第三停車場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齁 就是先到 他的 展示中心 沒有 我們先去看那個 看他的基地 基地 因為我們跟扁布一樣的地方 我們一定先看基地的位置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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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基地的現場是在這條是大人路跟大永路的交叉口 這個地方一整片 對不對 一整片 這個是連月的第四期 叫連月星 那現在新的是這一個 他有主打什麼 鳥屋 鳥屋殊殿 那我們去看一下好了 當連月開了最美的書店 哈哈哈哈 哦 就這裡啦 對 所以 通常鳥屋書店的位置都是在滿精華的位置 像七期的位置就有這種 那怎樣 這是精華的位置嗎 我覺得 他可能會帶動這個地方的一些繁榮 應該啦 因為很多東西像以前都會有什麼 什麼超市在哪裡蓋 那個地方地價就會漲去 你說麥當勞 哈哈 那現在這邊的狀況呢 其實那邊就是無期市區了 就應該是無期這邊 救生火圈 比較熱鬧的區域 然後它的暗場 就在這個的旁邊 所以這邊的機能應該會比 裡面那邊的 會好一些 因為它離生活機能比較近 那目前這個基地看起來是一個長條型的 這個基地超大 很大耶 不知道有幾戶 等一下到現場去再看一下 我們再往前看一下 真的是個大基地的社區耶 沒錯 然後旁邊有一個新港城 這也是當地非常知名的一個餐廳 然後前面這一個就巴德路 在台北市 巴德路都是在最精華的地段 對啊 某一檔的 在那個總部也在那裡 某一檔的總部 沒錯 那這裡這個十字路口應該 那邊有一家便利商店 那過去就是老區了 那它這一塊 就是跟巴德路這一塊 應該就是鳥屋書店的一個位置 就在這裡 那現在還沒開始挖 但是好像已經快賣完了 還沒開始挖就快賣完了 那今天因為有 好像是樣品屋可以看吧 所以我們就實際到展示中心去看一下樣品屋 現在基地的現場是怎樣 欸欸欸到了到了到了 哇 重金開發 小橋流水 太漂亮了 這根本是一間景觀餐廳嘛 對不對 怎麼是接待中心呢 然後那邊還有那種 巴黎島風的吧台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找學妹了 OK 有認識學妹真好 欸還有人在拍婚紗欸 對啊 欸還有人在拍婚紗欸 因為拍攝的嘛 太扯了 你看看 欸這是接待中心耶 嘿嘿嘿嘿嘿 門到了 欸 開個門 欸 學妹 哇你不是上次那個屋主嗎 哈囉 這次大手筆耶 是怎樣啊 我們把閱讀室直接搬到接待中心 我剛剛去那個 那個是工地現場 嗯 你們的廣告就是打說 什麼有最美的什麼 書店 最美的日系書店 哇真的欸在這裡 可以逛一下嗎 可以喔 歡迎 唉唷 我好像來到了一個 欸這個 書局的感覺 這裡真的是賣房子嗎 如果沒有放這個的話 很像網美集店 對啊 你們兩個就是網美啊 超多人跟我要他的IG 啊 該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就站在這個巴德路的 跟這一條 大人路的路口 然後前面這一段呢 就是 欸這鳥屋咖啡嗎 鳥屋書店 一到四樓是鳥屋 然後五樓到八樓是我們公司的總部 之後就是我們的企業總部 都會來這邊 喔所以這邊會分兩塊 兩個區塊嘛 然後中間這邊會有一個 十米的廊道 廊道 會放一些就是 可以在這裡喝咖啡啦 喔這邊有咖啡座啦 喔這樣 然後整個 看過來 哇這多高啊 怎麼看起來 26樓 喔喔 這麼高 欸 後面還有中庭喔 喔後面還有中庭 所以感覺你們這個旁邊 這邊是開窗 是整排可以 整排像那種博物館的那種 美術館那種感覺 是不是 喔對 哇 它希望做成一個像表餐道那種 就是商店街的感覺 欸我們 我們比較土表餐道是什麼 就是日本代觀山的那個 喔 連代觀山都知道 哈哈 逛街的地方對不對 日本逛街的地方 喔 所以這一次的做法是 好像是有四棟對不對 我看 對 四棟 然後跟上次那個連月珍 一樣是有做一個 有一點像 中庭的花園 對 中庭花園大概650坪 650坪 對 已經可以是 就是你知道 已經可以是那樣怎麼樣 一塊別人的基地了 喔 等於這中間等於是別人的基地的大小 對 而且這個是在二樓高 二樓那一樓是什麼 二樓是坐機車車位 喔這邊是機車車位啊 對 所以你們不是在地下室 不是 機車車位 大多數大概在一樓 然後B1有一點點 B1有一點點 對 哇那這邊有一些這種路台戶 對 二樓都是路台戶 而且路台戶都賣得很好 路台戶 別人路台二樓路台戶都賣不好 結果你們路台戶賣得特別好 對 路台看出來就是一個 你說650坪的大公園 大花園 然後這又回到剛剛那個廊道 所以這個就是鳥屋書店 對 感覺這一次費了很多心思耶 而且未來住戶可以從地下室一樓 直接連接到鳥屋書店的電梯直接上去 喔 所以這個的電梯跟它是有相通的 它地下室相通 地下室相通 地外相通 地外相通 OK 所以到時候鳥屋書店它就是像這樣子 那社區的越覽室咧也會有嗎 有在一樓 跟之前連樂趣是一樣的 對 有點類似它就是大區的 更大 更大 它大概寬就36米 寬36米的越覽室 所以大概風格也是像這樣 這是整面的書牆 就是鳥屋的風格 鳥屋的書 這也會有兩吋 然後上面都會開天光 這是我們現在做的意象給你們看 哇塞 越南市這樣子太屌了吧 整片欸你看 然後 這是一些介紹嘛 這次好像 因為我們外觀是請團祭宴幫我們設定 團祭宴是誰啊 這是日本的建築師 團祭宴 反正就是有名的人 然後這邊呢 欸灣區最美的書店欸 對 還有BOSS 就是那個 那是團祭宴的作品 這是團祭宴的作品 這是團祭宴的作品 它也是那個 日月壇相當有更多種 哦 明建築師 對 然後反正你們就是要把它做成像美術館一樣 上次我們去看連樂劇的時候 那一間就是像美術館一樣 那這一個會更屌 對 因為連樂劇它可能裡面都是用我們 就是明日聚落的一些精品的 歐美精品的家具 但是這一次我們做的不一樣 我們這次就是做 范城中它的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 對 一走進去大廳它就是 規格就很大 它就是會很像一個美術博物館一樣 美術博物館 對 你們光接在中心就像一個 對 所以現在是有樣品屋可以看 有啊 現在有幾房的樣品屋 兩房到四房 兩房到四房喔 喔 那我們 所以兩房三房四房都有 對 就是想要帶學長去看 六十二品 就是我們 對 全童話區最大間的 因為上次 季季它是買那個 林樂劇三房的嘛 那這次會開箱它新家 它這次買六十二品的 你又買了 對 三房大三房 真的 好厲害 老公 哇塞 你又買了一間房子 對啊 太厲害了 在哪裡 這裡 這裡 這個拱門 對 我發現連樂很會用這種 藝術家 你們老闆是跟藝術家有嗎 因為他覺得 他覺得藝術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很容易 就忘記它 或是我們也不會看中它 可是他覺得藝術這個東西 是可以討厭我們性情 討厭我們性情 可以培養小朋友的氣質 是到了是嗎 是到了 電子鎖啊 要脫鞋子 要脫鞋子 對 歡迎來我家 歡迎來你家 已經把這當家了是不是 我就是看了那個樣品 我就覺得真的一定要買 看了樣品 我就想買 對 我想要 你想要 對 我想要這一間 跟男朋友講就對了 對 我就想要買這一間 然後我們就買了 哇塞 進來就有一個超大的玄關 對 通常現在的房子 越蓋越小間 那種格局都很小 你們進來就這麼大的玄關 而且鞋櫃 好適合你喔 我們來看一下 現場 這裡還有一個 有點像是儲藏室的空間 那他就是儲藏室 對 他就是儲藏室 所以進來有規劃 我們上次去看西奇的豪宅 進來都有這個 然後一定要放一個高爾夫球 就算沒在打裡面 沒球竿也要放一個 在這邊給展示一下 這邊就放一些 比如說吸塵器比較少用的東西 或者是 在這裡加一個 行李箱 對 那進來了以後 他有一個就是廊道 然後看過來 整個就是客餐廳 這個是幾瓶啊 怎麼這麼大 室內大概40左右 但是權狀 權狀62 權狀62瓶喔 然後做成幾房 三房 可是他可以做四房 但是我們這個合住 他這裡就是可以 三加一的房型啊 那他三加一的房型 進來了以後 他又把餐廳跟客廳 合在一起 所以你會覺得超級大間 而且因為他有把 加一沒有做一個房間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客廳尺度很寬 尺度很寬 尺度很寬 超誇張的 這太太舒服了 朋友來的話 這整個第一次 小當家比較常看豪宅 可以請他分享一下 這個有沒有豪宅的Fu 有 我覺得差不多價格 我應該買這裡才對 你在那個新七期那邊 買了一個 也是差不多錢 對不對 這個是做一個中島 這標配 10英時 對 然後他有一個IH爐 人家有些豪宅還配人造石 你是直接配10英時 對 我們的廚房台間都是10英時 這個水槽怎麼跟一般不太一樣 他有做特殊塗層 所以他的也比較不會見水 然後水也比較不會那麼大 然後他還可以這樣有沒有一個花灑 可以這樣 這條還可以洗澡耶 超方便的 沒有啦 洗頭 然後我們這一次配的是 洗碗機 就沒有配過 Bosch的洗碗機 Bosch的洗碗機啊 配四系列的 所以這個也是Bosch的 對 Bosch的三口爐 Bosch三口爐 電烤爐 所以總共一個家庭有四口爐 四口爐 對 這邊做輕食 這邊做炭烤 對之類的 然後這邊 Sakura的這T字型的不鏽鋼 對也比較漂亮 真的 這個10英時摸起來就是有那種食材的感覺 然後整個廚房這樣子 很開闊 到底有沒有在煮啊 有在煮 他會煮菜的 你有在煮 然後還配這什麼 蒸飯器 對蒸飯器 不錯喔 這什麼 微波烤箱 櫻花的 都是標配 都是標配 而且下面的櫃子都是中大房間 這邊全部都是木紋的櫃體 哇 這看起來很有質感 對 這個上次我們去一個豪宅 他也是配這個 再騎騎 這一間是誰的房間 這我的房間 這個是工作陽台 這是工作陽台 然後這間都有配 你們好像你們的特色就是 把工作陽台都弄成這個樣子 我們的特色就是美式大陽台 美式大陽台 而且都有做櫃體 這個也是 這裝潢的嗎 還是你們標配 這標配啊 而且其實這個是冷水跟熱水都有 冷熱水管這邊也都有 然後這有兩個窗嗎 開窗 對有開兩個窗 因為他這邊還有雙主握 所以他總共三套位 所以他的窗戶都開在這邊 雙主握 對 然後這是給電動曬衣架 這次付的是電動曬衣架 在這裡 光是看公共區域就已經 還看一下主臥室 主臥室 來來來 等一下客廳還沒看完啊 這個面寬 配這個是75吋的電視對不對 應該是 這個差不多75吋的電視 這樣子看剛剛好 絕對不要再想下去 你看他光這一塊地毯 就可以看到 看得出來 這個面寬大概有3米半到4米左右 剛剛好用這麼大的電視 然後地板全部配這一塊嗎 這也是標配嗎 標配是另外一間的 但是我們全是木屋 全是木屋地板 木屋地板標配 然後這有一個 這陽台是1比1的嗎 太大了吧 這個是一間房間的大小 很可以 很可以是不是 你看這樣子 然後加上這一個座椅子 可能在這邊放一個大桌子 都沒問題 然後放一個這個幹嘛 這個是 頭盔是嗎 很開心 看看有沒有穿衣服 然後這邊 他做這一塊食材 整個質感超好 看一下 等一下 這是加一房 所以這個地方他有開窗 所以其實這邊再隔一個房間也是可以的 可以 其實也夠大 這一間 應該是說這種格局 大部分的建設公司都希望把它做成第四個房間 做成第四個房間 但是你們就是開放式的 對 因為現在人口數比較少 所以我們把它跟客廳結合在一起 然後做一個可以當書房 兒童遊戲室都可以 欸 學妹 怎麼樣 你是五千塊嗎 還是怎樣 這邊是客衛嗎 客衛 客衛的部分也有對外窗 對 然後我們也一樣 就是三個衛浴的話 我們都是配一樣 都是超級馬桶 全部都配超級馬桶 對 然後有給上進櫃跟下浴� 然後這個下浴�很貼心 旁邊還有收納空間 這邊有收納空間 夠大才有辦法這樣做 不夠大還不行 來這個甘絲分離的地方 甘絲分離的地方 這裡是用那種類似 類似飯店的那種排水 落水口 這個比較不會阻塞 然後它有對外窗 欸 配阿拉斯加的暖風機 而且是最新款的 用觸碰的 在一些豪宅 他們都指定要用阿拉斯加 欸 哇 這一間主臥是這麼大間 這間是赤主臥室 這是赤主臥而已啊 對 赤主臥 赤主臥就這麼大 對 我們這次跟阿拉斯加 你說做兩個套房 這做兩個套房 對 等一下我看那一間 這是一個廁所 這是一個第二個廁所 赤主臥的位置 這也太扯 這不是主臥 確定這不是主臥 對 這有給落缸 而且一樣是配這台阿拉斯加的 對 然後配超級馬桶 然後浴櫃 浴櫃 看起來就像飯店的那種感覺 而且這個蛋型浴缸 這種的都是那種 浴缸才會配的 對啊 結果你們這也是豪宅 你們是海線豪宅 海線一節賣的海線豪宅 所以這不是主臥 不是主臥 主臥在下面 主臥在下 你看小當家已經看傻了 超大的 然後這邊是有一間房間 對 有一間 對 這是客房 對 這客房 這客房已經是一般房間的赤卧 三房的赤卧 那種三四十坪的赤卧 大概就這樣 這可以做雙人床 可以 這絕對可以做雙人床 因為它現在這個格柵是做成開放式 如果你到時候這一個櫃子 對 轉過來 然後這個再往那邊說 這裡就可以做一個 六 哇 我就睡這一間就好 可以嗎 到時候我來做客就睡那一間 這是我的更衣室 這是你的更衣室 你說這一間是你更衣室 對 這女兒怎麼這麼 東西很多 對啊 買太多東西了 這一間就主臥室 對 主臥室 主臥室還有一個更衣室的空間 主臥室還有一個更衣室的空間 你到底要幾個更衣室 那一間是 你男朋友的 就這邊 我看最後 這時候記得是要說是單身 最後呢 這邊可能一樣會變成你的 對 他只會剩下一個小角落 所以他這邊做了一個L型的一個櫃體 然後轉過來 我們看這一間就主臥室的衣室 我就是看到這個你知道鬆麵盆 兩個 偶像劇不是都是男女主角 在這邊就是一起刷牙齒演 偶像劇都這樣演的是不是 對 那個是演戲好嗎 但是這是真的了對不對 而且他還配跟剛剛那個赤臥 好像更大是不是 一樣的 一樣 我的錯覺 然後這個是怎麼樣 在這裡吃飯 這個是病人在用的 看iPad的時候用的 然後整間 這間好像比剛剛更大間對不對 比較大間 大間蠻多的 它是四間組的 甘絲分離也有 對 而且我們這次每間廁所都有那個 置物收納架 所以這個 置物收納架 你可以放那些什麼西馬金 沐浴爐 特別訂做的 特別訂做的 特別請廠商做的就對了 沒錯 然後一樣是配阿拉 所以配了三台阿拉斯加的暖風機 對 它就是沒有分客浴 還是什麼 就是所有的衛浴都是最同等級的 對 因為一般都會高低 可是我們都是同等級 一般就是圖臥室比較好 對 剛剛繞了一下我們這個 上次去看好像是28歲的小女孩 現在已經過了幾年了 幾年了 幾歲 幾歲不要算了 這麼厲害 這裡一下28歲 是28歲的時候買的 28歲的時候買的 28歲的時候交屋 28歲的時候買的 那現在是為什麼需要這麼大的房子 就是因為我現在住在聯樂劇 那它剛好我們這個案子 它交屋後大概是五年 所以就可以重購退稅這樣 重購退稅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像這一間的 是逃漏稅的一種嗎 不是 合法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是 合法申報 我們都有報稅的 所以到時候就是可以用重購退稅的方式 然後就可以掃繳一些稅 然後就直接換大房子 因為是自住才能這樣做啦 對不對 那你之前那個聯樂劇是不夠用嗎 衣服太多 只是想說就是這輩子 想要住這麼大房子 最後的機會好像在這裡 因為市區的房子應該都要四千了 真的 現在問豪宅就問小當家就知道 這個如果在市區這麼大間 差不多要多少錢 至少四千 三四千萬要 而且我們這個是配雙車位 配雙車位 當時你買聯樂劇的時候 我記得你說你是因為來這邊工作 工作完以後就發現說這地方鳥不生蛋 誰會買在這裡 然後後來就是看到這裡慢慢的再發展起來 然後你最後就買了你們公司的一個物件 一個案子叫聯樂劇 買了家屋了以後發現公司實在太貼心了 之前大家來看這個聯樂的都是因為他的公社 做得非常有質感 而且公司因為建設公司花很多心力在做維護 我記得物業的部分公司也都是很 我們的客服部就是注點在聯樂劇樓下的店面 所以等於說建設公司也強制的在做經營的部分 那後來你就發現說公司的這個還不錯 就是整個讓你感覺到還不錯 規劃也還不錯 規劃也還不錯 所以你現在又買了這一間 那先訂 你說預計幾年 因為我已經簽約了 你已經簽約了 五年後 所以那時候到時候那一間 我記得也是四十幾瓶不是嗎 四十二 四十二就換這個六十五的 六十二的 六十二的 真的是 你們覺得太晚認識他了 不然就可以 羡慕住豪宅 對啊都可以住豪宅 這一段時間來就是附近 我看現在基地越蓋越多 最近有沒有什麼重大建設 重大建設 應該是說現在的集團 例如說像麗寶 他們到現在還是陸續的在買地 然後跟標地上圈 所以應該是他們也很看好這裡 應該是說大集團或是建設公司 都很看好這裡 你說大老闆們很看好台中港 原因是什麼 台中港這裡 我們拍的那個影片被酸爆了 所以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都沒看我不知道 怎麼會有人 一點都不在乎 一點都不在乎 住得爽就好對不對 就是台中港 在我看 因為我自己也住當化 我住陸港 也算是住在海線 所以很多人 就是搞不懂說住海邊幹嘛 我跟你講 我住了一輩子海邊 我就覺得海邊不錯 是怎樣 我住在海邊那裡 我住過你都不知道 應該是說重化區 本來就是一開始 就是會是很多商民會這樣講 就是當時我買的時候也是 到現在再接客人也還是 你是說即便現在已經 遠雄已經蓋到這麼多棋了 你看起來已經有重化區的樣貌嗎 還是很多人會酸說 那個風那麼大誰要去 風真的這麼大嗎 現在應該跟三四年前應該我覺得 因為建築物變多了 所以其實風沒有三四年前那麼大 難怪你們裙子敢穿這麼短 不然等一下 我們的裙子有很短嗎 不要再不要拉起來 拉起來 等一下被黃標 所以你們覺得其實 住起來也沒有這麼的不舒服 或者是潮濕 甚至有人說什麼 電器一下就壞掉 我目前是沒遇到 因為我才住不到一年 反對 但是問這個住三四十年海邊的人 我們家電器也沒壞 真是的 也是用了十幾年都不壞 想要換一台新的都不會壞 氣死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沒有想像中這個樣子 我覺得還好 可能都是習慣的問題 習慣的問題 剛開始來也很不習慣 可是現在就是我反而去市區 進城的時候 就覺得車子很多很不習慣 就是妳本來是 住在很熱鬧的地方 忽然搬來這裡 一開始不習慣 但習慣了以後 去很熱鬧的地方 又覺得不習慣 可是現在就變成說 有事情還是假如跟朋友吃飯 才什麼 就才會去 反正就是已經住在這了 那妳為什麼不叫妳朋友來呢 為什麼要我們去呢 對不對 我們以後就叫他 我們旁邊有三井好累 朋友來這邊可以招待他們 我們有朋友很喜歡來找我們 真的 但是最多人比較好奇的是 季季真的單身嗎 不是 怎麼可能問這種東西 就是說為什麼台中港這麼多人要買 奇怪 就是其他地方這麼多 比如沙鹿啊龍井也很多房子 為什麼就是要買台中港市政重劃區 應該是說現在目前台中市區的房子 也是偏年輕人比較難負擔 就是負擔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其實台中港重劃區現在是 比如說它季期比較低啊 然後或者是它未來會有一些重大建設的發展 那我們可以當作自助間投資也會比較好入手 你是說台中港這裡確實還是比較便宜 那現在這個房價 大家可以實際在現場來看 因為每個戶型每個房型的價格 跟單價不一樣 然後配備也不一樣 就是說 我說的是每個建案的配備不一樣 像旁邊很多建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案子 連月它配的東西是配的比較好一點 應該是現在是全區最好的 全區最好 這麼有自信 對可以 比旁邊那個什麼市的 應該比很多市區的還好 也比很多市區的還好 對 比很多市區的好 我們就是用比較高的規格去蓋這個房子 但是我知道連月 它在銷售的部分真的很有一套 它就是很會行銷 所以很多房子都是一開 就已經很快就銷售一空 那這一次銷售的狀況應該感覺還不錯 看你們兩個 開開心心的樣子 正要準備開案 正要準備開案 昨天不是有一個記者會嗎 所以記者會開了以後 要準備開案 但是好像已經有人 已經陸續在booking了 都是已夠客 已夠客或已夠客的介紹 他們這個連月的案子很特別 就是它很多都是介紹 就是口碑啊 好像吃好盜售 對不對 像我們圓寧的女生對不對 就是漂亮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吃好盜售 就會幫忙介紹 還有沒有妹妹或者是 沒有 沒有了 妹妹也沒有姐姐 抱歉了 有沒有聽到 所以最近會公開 九月中會公開 所以到時候如果說 對這個房子有興趣的 是還要像之前一樣要留什麼 像你們這個都要先預約 要幹嘛的麻煩 我們有沒有 我們這次 走進來就可以 可是還是會留個官方 所以你有聯絡的 有表單 就到時候大家 我們會把連結附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呢 直接來跟學妹 或者Gigi約時間 Gigi的IG我已經要到了 嘿嘿嘿 直接把它附在下面 這次最大的福利 嘿嘿嘿 這次換他有穿黑絲襪 他沒穿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感謝那個學妹 帶我們來參觀 Gigi帶我們來參觀 她的新家 希望未來她交屋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家裡來參觀一下 大家要把握 因為我們這一次 就是只有賣到年前 對 就算沒賣完 我們也就是賣到年前 其他就是要快交屋才賣 價格就會很不一樣 價格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四五年後才交屋 所以現在賣價格 絕對不可能跟四五年後 快交屋的時候 那你們這中間這段時間 要幹嘛 我們就先 去代產是不是 我們還會有一些 因為二期三期 也要交屋 要願屋 他們這個公司 就是做事情要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我們兩年後才在推案 兩年後才會在推案 所以要有連月的這個房子的朋友 要把握機會就對了 然後 Gigi已經 他已經 都明花有主 不要再問我了 拜託 我們感謝學妹 還有Gigi帶我們來參觀他們的房子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遇到臨時要拜訪客戶 卻發現自己的鬍子沒有刮乾淨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這一台 德國藍寶 雙刀頭刮五刀 不到一百公克的重量 並搭配八千RPM 超高轉速進行馬達 超小巧的 就這樣子耶 沒電的時候使用USB Type-C充電 超方便 刮完清潔也非常的簡單 哇 真的刮得超乾淨的 原價2690 粉絲優惠獎 歡迎多加利用